來 一二三 一輛車子就這樣卡在鐵櫃上 七個警銷人員到場 連忙把車抬出來 但警方才剛幫助他們脫困沒多久 他們竟然又開車逃跑 雙方飛車一路追逐 王姓男子開著車在路上狂飆 氣氛緊張 就怕酒駕的男子 一不小心就會波及到無辜路人 警方在後頭追了五公里 直到男子失控 撞上另一台卷在等紅綠燈的車 才結束這場追逐戰 事情就發生在18號深夜11點多 花蓮吉安鄉一名36歲王姓男子 和兩個朋友相約喝酒 三個人喝得爛醉 而王姓男子竟然還開車載朋友回家 半路上就這樣闖進了 未完封的鐵櫃道路 還想要飛過去 有一部轎車卡在鐵櫃上 我們合力將該車移至後面 不會讓他離開鐵櫃上 回到現場當時車子前輪 就卡在這個鐵櫃上動彈不得 三人只好報警求救 左前輪和車頭毀損嚴重 前保險桿掉了一大片 被撞的車主直呼倒霉 而時候王姓男子被逮嚇得酒都醒了 只是喝酒喝到做出如此誇張的行為 除了丟臉還得吃上官司 記者吳彩勳 花蓮報導